十大封号武帝之一 绝世虎飞扬在天荡山脉以后 于十五年后转世重生 化为天水国公子李明霄 开启了一场与当世无数天才相争风的逆天之旅 太医生水作谷 万古至尊 其中一名男子面貌清秀 却满头的银发披下 神色一片淡然 静静地望着下方 风华 你觉得这李云霄如何 身边一名鹅黄色上衣的老者 身材短小 略显得有些臃肿 一脸的淡笑神色 望着这名银发男子 银发男子眼中略过一丝精芒 缓缓开口说道 不知道 老者 呵呵笑道 你还是 一如既往的谨慎呢 这李云霄 不过是八星五尊而已 哪有传说中的那般神乎奇迹 也不知道 他能在风俊的手中 走过几招 几招 另外一名身侧略微高挑的银袍男子 微微一笑 轻声说道 你们隐世世家还是这般的木空一切呀 这小子可是江城主亲口说的后起之秀第一人 难道江城主的眼光你们也不信 江楚然 这些七大势力之人 各个眼高手低 实力一般般 却自视极高 想必是这李云霄的水准 超出了他们红月城年轻一辈的弟子 这才会冠以所谓的后起之秀第一人 真是一笑大方 笑死人了 木红肆无忌惮地大笑起来 眼中毫不掩饰地讥讽 这样的所谓天才 在我们众多的隐世世家里 真的是多如牛毛啊 银袍男子也不辩驳 覆手而立 轻轻地笑道 既然如此 要不我们来打个赌 就赌这李云霄和木风俊 看看谁输谁赢 难道天运长老想押风俊赢 木红一脸的讥笑 雍天运大笑不已 说道 我当然是押李云霄了 哦 那不知赌注为何 木红冷笑道 你我之间 总不能拿几百元石之类的吧 他对木风俊 是极有信心的 雍天运 看了他一眼说道 赌注 随便你们开 只要我赌得起的 都行 木红脸色微变 胡一道 此言当真 难道天运长老 见识过这李云霄的真实实力 雍天运摇了摇头说道 没有 但听过此人之名 想不到竟然崛起得如此之快 我之所以敢赌 是因为我相信江楚然的眼光 木红一阵沉吟起来 不由地多看了李云霄几眼 若说李云霄能赢 木风俊 他是不相信的 但一旦涉及赌注 就不得不慎重了 雍天运轻轻笑了起来 贵派这次向我化神海交易的物品中 有一样九级材料浑芽 我要十斤 十斤浑芽 木红吓了一跳 脸色都变了 十斤太多了 嘴多无良 一直默不吭声的木风华 也悚然动容 颇有深意地看了一眼 雍天运 雍天运笑道 你与我也算是大陆的顶级存在了 赌注若是没有十斤浑芽 你好意思拿得出手吗 木红重重地哼了一声说道 我木家每年进账的浑芽 也不过才一二两 拿出十斤来打赌 万一输了 我定然被家主一仗打死 雍天运轻轻地笑道 说到底 还是红长老没有自信呢 木红挥手打断道 不用激我 若是风华下场 我便敢与你赌十斤浑芽 虽然我认定了风俊也能赢 但毕竟风险还是有的 我可以赌一斤浑芽 雍天运略微沉疑 硬声说道 好 那便一斤 木红冷冷地说道 我这边一斤浑芽 那天运长老该出怎样的同等赌注呢 雍天运微笑道 我就大方一点 无良天照雀金 天照雀金 木红心中已经露出狂喜之色来 似乎生怕对方反悔似的 立即大笑道 哈哈 天运长老果然爽快 华神海果然财大气粗啊 他显得非常高兴 木家所缺的便是这种绝世的真品材料 无良天照雀金 足够打造出一柄上品的九阶玄器来 而且用在已有的玄器上进行升级打造 也能增加极大的威力 价值之高远在易经浑芽之上 木风华相比木红则要冷静得多 平静地说道 天运长老这般大方 显然是对这李云霄取胜颇有信心了 哈哈 雍天运淡然地笑道 其实我也很好奇 五尊修为如何能够克制九天地气呢 但是江楚然这个人 我了解 是个行事非常稳重谨慎之人 从来不乱说话 也从来不乱做事 红月城 这些年来经营的不温不火 稳重有劲 所以他所言之是 我是十分相信的 木风华点了点头说道 八荒镜五尊 想要应对九天地气也不是没有办法 但风俊也不是普通的强者 拭目以待 雍天运淡淡一笑 眼中却是闪烁着精芒 似乎若有所思 李云霄根本就不知道 自己已经成了别人赚钱的工具 若是晓得的话 一定会敲诈的 他现在跟着木风俊一起 来到了交易大厅的二楼 竟然也是熙熙攘攘 挤了不少人 在中央是一个偌大的阵法 上面悬着一个水墓瓶 影像中有两名舞者正在搏杀 招招狠利 似乎有身处大恨 而且众人都是有说有笑的 看得不亦乐乎 水墓中的两道人影 都是五尊巅峰的修为 两人所立于一方漆黑的独立空间内 李云霄看了一眼那阵法 心中立即明了 开始留意起里面两个人的争斗来 似乎已经打到了尾声 两个人都是原力不济 身上斑斑点点的尽是血迹 左面一白衣男子 剑上横扫而出 一团剑气如蚕丝一般 纠结成团 银白刺眼 生死一战 今日必须有人死 呵呵 要死也是你 我比你在五尊巅峰多呆了二十多年 对于规则的领悟远远的强过你 右面的轻衣男子奋力的举起长剑 剑上爆出一团圆力 整个人化作剑矢 飞一般的刺向那白衣男子 以身化剑 剑气如虹 砰 两剑对撞之下 蹦射出一团真力元气 如漩涡一般 急速旋转 一下子将两人都卷了进去 两个人各自喷出一口血来 正飞开来 但那轻衣男子身上 却是战甲之光闪耀 喷的一下 崩碎了 轻衣男子的脸色极为难看起来 双目中喷出了怒火 呵呵 你引以为豪的战甲没了 我看你还如何跟我斗 白衣男子再次提起一口元气 剑气一分为二 呈现出阴阳转换 化作一道太极之光 凌空斩下 砰 轻衣男子眼中闪过一丝妖异 单手飞速掐绝 周身泛起白色的光芒来 一件白色战甲 舒然化作实体而出 挡在那剑芒之前 砰 战甲受到巨震 直接退回轻衣男子体内 他无法承受所有力量 一口血喷了出来 但脸上却是露出了猙獰 什么 你的战甲 白衣男子顿时瞪大了眼珠子 脸色瞬间惨白 呵呵呵 谁告诉你老子只有一件战甲的 这十多年来 你当我的时间都活在狗身上了吗 去死吧 轻衣男子脸上闪过冰冷之色 一道尖锐至极的剑气袭来 直接震碎了白衣男子的胸膛 长剑从心脏处贯穿过去 白衣男子眼中露出绝望之色 渐渐的失去了色彩 碰 轻衣男子原力灌入剑内 毫不留情地直接震着 将那白衣男子的身体 当场炸得粉碎 随后 他一把将对方的纳柄 变得无主的宝剑 一把抓住 收了起来 虽然只是巴结玄器 但对于这些舞者来说 也都是莫大的一笔财富 不是人人都可以跟李云霄比的 赢了 终于分出胜负了 看得我脖子都僵了 靠 足足打了五个时辰呢 两人的实力相差也太小了 哎呀 如果不是这轻衣男子 家底更厚 怕是死的就是他了 这个嘛 实力相当的情况下 拼的不就是家底吗 很快 中央的水墓消失 那阵法上汇聚出一道光芒 一扇光门 渐渐地浮现出来 那获胜的轻衣男子 从其中走出 眼里满是 劫后余生的庆幸和喜悦 一名老者走了上去 取出了一个小盒子 递给他说道 你胜了 这枚丹药是你的了 太好了 轻衣男子交付了足够的钱 一把夺过那丹药 便挤开人群 朝着外面顿走 显然是不想停留太久 好了好了 都打完了 散了吧 一名坐在角落里的老头嘟囔着 还要想站的话 都到我这来报名 李云霄目光扫了过去 那老头身上一股淡淡的力量 将他的神石弹开 显然是个高手 我要站 慕风俊大声一吓 立即将所有正准备离开的人 都给止住了 停下了脚步 那老头抬眼看了他一眼 瞳孔中闪过一丝精芒 瞇着眼睛说道 嘿嘿 小子 实力不俗啊 你要占谁 是谁这么不长眼 惹了你 慕风俊冷冷一哼 伸手指向身后的李云霄 说道 就是他 写生死状 嗯 老头将目光 往慕风俊的身后望去 想看看那不长眼的人是谁 正好看到一脸平静的李云霄 在短暂的沉思后 猛然 啊的一声 惊叫了出来 吃惊地说道 你 你是李云霄 什么 李云霄 满堂之人 皆是大惊起来 骇然而望 一个个露出震惊和兴奋的神色来 那少年想要挑战的 竟然是 明阳天下 传闻中的 后起织秀 第一人 同时 大家心中 都是一个问号 这小子挑战李云霄 这不是找死吗